到這個話題在這個週末過去這幾天的專家討論當中 馬俊先生 專家們有沒有對於這個武漢人他們去哪裡 還有他們可能會帶來的影響做出相關的討論呢 的確我們為了將這些醫學方面的一些問題 以及這整個事件的能夠給觀眾朋友呈現得更完整 更完善更具有權威性的我們今天請到了我們的何醫生 何醫生好 你好 何鋼醫生是這兩天一直都是做客我們的明鏡聊天室 給觀眾朋友們答疑解惑的非常多的一些事情 並且對於很多在美國發生的一些政策上 對於如何應對武漢肺炎 以及在中國的應對個人當中所出現的一些問題 也有他的深入的研究和自己的看法 我們首先邀請何鋼先生 您是如何看待目前武漢市的市長已經宣布 武漢市的很多五百萬人已經離開了武漢市 那麼與此同時呢專家也估計呢再有十幾天時間呢 恐怕會感染的病例會超過二十五萬甚至更多 他現在才我個人這樣認為的就是說 他到現在為止實際上是已經出於一個失控的狀態 他才開始說實話 而且呢等於是可以說他是破罐破摔了 他已經是沒辦法的辦法了 而且有點甩鍋的意思 那麼就是說在這之前 這些人跑出去了 那麼全國蔓延的都是由於這些人造成的 我也沒辦法 背景含義就是這 那麼再說一個就是說 在這之前我要根據什麼什麼才能匯報 才能說什麼話 他有點甩鍋的意思 但是從流行病學的角度講呢就是說 如果這個數值確實是如此的話 那麼可以說他封城不封城已經沒有什麼價值了 沒有什麼意義了 因為這個在這個 有些專家現在就認為在11月份的時候 這已經出現了就是說有人感染 或者攜帶了這種病毒 發病不發病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就是說如果在這個期間 這些人已經跑掉了 而且且不說這個500萬 就是在他說封城之前的這個 10小時之內 跑出去這30萬 這已經都是很大很大的一個數值了 從流行病學的角度講的話 假如說這裡都 哪怕只有10%的人 攜帶有真正的感染病毒 不管他發病還是不發病 他只要是攜帶了 那麼他這些人跑出去以後的 一傳十十傳百的話 這個集合集數放大已經是很不得了了 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確實是 確實是 那麼您認為這個專家估計14天會破25萬的這個感染病例 您覺得這種可能性大嗎 完全有可能因為他根據現在這個 我想我相信這些專家的這個估計呢 他也是用數學模型 根據SARS這個這個當時的這個傳播 還有加上這個現有的武漢在這之前公佈的數據和這幾天突然就是說因為疫情失控 那麼封城所以呢中國官方呢也就是說基本上就是說更多的要披露一些數據 這些數據呢當然我們不敢說他這些數據完全都是真實的 或者是百分之百的精確 肯定是要有打折扣的 那麼就算按照打折扣的程度按照他這些數據的話我相信這些流行病學專家用一些數學模型的話他得出這樣一個數值他是有他道理的 那麼我們今天呢我們的華爾街電視呢採訪了來自於哈佛大學的流行病的學家艾利克丁博士 艾利克丁博士呢在這裡邊講了幾個重要的一個數字他首先呢認為呢這一次的新冠狀病毒的IO值呢高達3.8 他說呢是高於當年的SARS的0.49這樣的一個數字 那麼按照這樣一個數值分支來講就是最少是7倍多到8倍這樣的一個之間 而這種方式呢他認為呢是一種熱核級的一種病毒學的角度來講 您覺得這個說法是種確的嗎 首先這樣說明吧我作為一個病理醫生呢對統計學呢尤其流行病學呢並不是很在好 不能說在對他這個領域呢只能說是知道一些 但是呢我們並不做這方面更多的研究我們更限制於就是說 對於具體的這個病的這個病變對人體的損害這方面研究 那麼他是做出了這種這個推測呢當然他是肯定是有他的道理有他的數學這個 模型基礎來說這個話的那我個人來講呢如果按照他們說的這個數值的話 那麼確實是可以說確實是比熱核這個這個 還要可怕嗎還要可怕 您稍等我接一下觀眾的電話 好的沒問題 您好 您好我想簡單的講幾秒鐘吧可以嗎可以可以您說 現在就是直播時間就是您的時間 我就是說剛剛那個國內的那個那個那個男的那個觀眾說不要說政府的那個我覺得恰恰相反 因為你你其實說這一次的搞到封城我覺得完全就是政府的責任 你在03年的SARS這些事情一個一個這些事情難道就沒有一點教訓嗎 你不會完全可以不要走到封城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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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地 我覺得這個人這個觀眾真的就是跟政府在洗地中國政府到底幹了些什麼 除了幹的那些貪官的那些壞事奇葩的把老百姓所有的 人家說現在說說謠言都被他們壟斷了 說真話的都不都是謠言我覺得最大的謠言就是就是他的黨媒 嗯說的沒有幾句真話全是假話那我說完了謝謝謝謝 非常感謝您的來電謝謝我們這位網友呢說了一句很多人都想說的一句話 因此同時呢我們播報一個最新的消息最新的消息呢 只顯示呢是北京出現了首例死亡病例 那麼患死者呢是一位50歲年級的男性您繼續 當時因為這些專家他根據這些數學模型推出來這些數值以後呢 為什麼他會說到比熱核這個這個這種災難要更厲害呢 熱核災難呢他當然了不否認就是說比如說熱核爆炸以後 他這個隨著風啊飄的到處都是蔓延全球那當然也是很厲害 嗯但是作為傳染病來說呢尤其在現在這個交通如此發達的情況下的話 他可以迅速的幾小時之內就從A地到B地就幾千公尺幾千公里以外 嗯這個不是熱核在那能做到的 對對對就算他飄他也要幾天才能飄對 切爾諾貝利他到最後飄到了瑞典或北歐還有韓國日本才被發現了 那也要好幾天以後 是是是這個是幾小時之內他就可以撥算到全世界各地 目前我們看到了在非洲已經有確診病例 並且在中東地區的月旦呢也發現了這樣的一個病例 可以說呢目前全世界沒有發現的國家是越來越變得越少 與此同時呢我們也看到今天有一個來自於BBC的一個報道呢 說武漢肺炎的香港的專家呢估計4萬人感染 5月份呢才會見頂 那您稍等又有一位熱心觀眾 哎你好 哎你好 是馬俊先生嗎 是我是我非常高興您的來電 哦你好 我是現在我沒有看你們的直播 因為我現在可能你們還沒有直播沒有結束是吧 我們正在直播當中 哦我想關於這個周興旺市長的這個談話呢 我想說明我的一點看法 您說 一個呢是作為一個在體制內曾經工作過的人 我呢就是不相信周市長在知道有疫情的情況下 他不上報湖北省政府和我們國家的衛健委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我也不認為他是在甩鍋 因為如果他要是上報了的話 他自己默認沒有上報 這種歷史責任他是無法承擔的 第二個問題呢如果他在沒有授權 危機委授權的情況下 他發布了疫情的公告 到最後這個疫情就被控制了 他的這種政治責任他也是負擔不起的 嗯 我不知道我講清楚了沒有 非常清楚您的觀點非常清楚 另外一個問題 我關於這個武漢封城的問題 現在社會上呢有兩個方面的不同的方向上的這個論述 一個方面呢就是不應該封城 因為封城之後呢很多人沒有感染 沒有感染疾病的人也會被控制在一個大的污染的環境當中 他們一受感染 另外一部分大多數的人呢都認為應該封城 這樣避免更多的人受感染 如果我們政府的運作的制度或者說再大一點 我們政府的體制我們來去看這個問題 那麼現在形成了一種人人都不擔責 人人都把責任上推或者把責任下交 這種的國家體制這個國家不會好到哪去 我想我就表達這麼兩個觀點 非常感謝 謝謝您的來電 您的觀點非常的犀利也非常的直白 謝謝您謝謝您 謝謝您歡迎您隨時來電 謝謝 那我們呢也收到了網友的各式各樣的觀點 和各式各樣的不同的意見 那麼這位剛才呢自稱是他曾經在政府內部系統裡邊工作過 他明白呢作為一個市長是沒有這個權利的 就我所個人曾經在2003年的時候 當時正好有一個地方的一個主管這個衛生系統的一個官員呢 是我們認識的一個朋友 他就曾經告訴我呢說 廣東呢也是沒有這個權利瞞報的 並且呢在一發生之後大概他們一診断出來這個病 他們沒有見過的時候呢 他們一定會上報 他說呢北京呢 最後當時考慮這件事情有兩個因素 一個因素呢是廣東省委的書記張德江 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員 第二個呢是北京的衛生部呢 是沒有權利去管控一個政治局委員來做決定 而當時的衛生部的部長呢也沒有這個能力和這個膽量 那麼他們上報到國務院之後呢 國務院要遵循政治局委員的意見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就發生了時間會約拖約久 當時因為經濟問題還有很多其他的方面的問題呢 就對於這件事情呢一個非專業的人是做了一個專業的事兒 那麼就決定了這件事情能不能解決 就像李克強問到武漢問大家有沒有空難 所以的人說沒有空難 沒有空難嗎 這真是簡直就是奇齒大辱這種政治作秀 坑害了或者是影響了2003年的SARS 那麼這一次呢在我個人看來 中國的政治體制並沒有發生任何的改變 而且習近平的更加的集權 以及控制一切的這種慾望一切黨說了算了 我相信呢也是在這次武漢肺炎的 整個散播過程當中可以說的進行了推波阻攔 您認為這個觀點正確嗎 我完全同意 這個從國內現在已經失控 而且蔓延到全世界可以說五大洲基本上都中招了 是 這樣子的情況呢可以說明就是說我們根本就沒有從SARS那場 造成全世界蔓延成從中國的一個廣東省蔓延到香港 然後迅速的蔓延到全世界這個悲慘的這個教訓中間 有任何的吸取的教訓有任何的改進 所以這個恰恰就是說明我們這個體制頑固不化 可以說這次的到今天為止呢 可以說這個體制造成病入膏肓了 嗯 那麼我們今天呢也正好約到了一位 就是武漢人 並且呢他有親屬呢 也因為這些事件而遇難 那我們現在呢將電話播給我們這位網友 那非常不行 非常不行 這是當我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呢心裡邊很難過 確實是 這是我們而且是有互相之間有認識的人 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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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明鏡火拍的 我們現在正在直播節目當中 我叫馬俱 我們聽到了您的一些消息 那麼您可以將具體的一些情況 可以介紹給我們的觀眾朋友嗎 你好 你好 那個大家好 因為我也是明鏡火拍的 也總是聽眾之一啊 就是說一下我們家的情況還是 對 您就說 您說一下整個的您所經歷的一個過程 以及家中的這位 適者的一些事情 是這樣的 我們家是這樣的 因為我的岳母是去年去世的 今年是第一年 按照我們中國人的習慣 第一年我們再回去陪這個岳父過新年 是吧 頭年嘛 就是我們家呢 我們家在紐約 這個我愛人的二姐家在新加坡 大姐在廣州 他們家三姊妹 都是在元月10號到20號之間 訂了機票回武漢 她大姐是元月10號回去的 回去了以後呢就發現岳父啊就發燒了 那個時候其實武漢已經有很多了 但是從我們得到消息說 不人不傳人可控可防 這個而且是小局局部的只有幾例 就大意了 其實我認為分析一下 還是她大姐就陪著岳父到醫院去看病 十幾號 看病的時候呢 就發現那個醫院已經是人馬為患了 就是掛號已經很難了 從早晨就掛個號做個鞋 做個CG 就是從早晨要做到晚上 那老先生身體瘦得了嗎當時 是啊老先生80多歲了 做完了以後呢 就是血也是陰性 肺部CG也沒有陰性 就說明它是普通肺炎 就回來了 回來了以後呢 我的大姐夫 他們也是因為回武漢了嘛 就跟那些同學聚了一次餐 基本上也沒有很多的社交活動 回來過兩天呢 就是12、3吧 13號左右 我大姐也開始發燒了 他們都愛人大姐 我一姐也發燒了 燒得很重 燒得很重了以後呢 他們說就去看病 結果醫院那個時候更難的 已經更難掛號了 人就就是已經沒人管了 就已經沒人管了 這時候我大姐夫其實很健康的 他說這個情況也不好 大家都在發燒 這個也不安全 他說他回廣州過年算了 還有姑娘還在廣州 就是啊 大姐夫就買票 結果就買到了一張 只買到了一張票 我大姐夫就回廣州了 結果一回到廣州沒有兩天嘛 就就發燒了 因為那個廣州的佛山嘛 那個時候他那個地方醫療 沒有那麼多人看病 很快就去醫院確診 就確認這個武漢肺炎 所以進行了隔離 隔離地以後呢 武漢呢就是我 岳父跟我疑解了 就是越來越重 他就去看病 結果在醫院每天只看一針 因為人太多 那你打個針 從早上去 要到下午才能打完 連掛號啊 開藥啊 打針啊 就打了有三天以後 越來越重 就會繼續確診 又做CT啊 又做一些 就是大概有四天的時間 四天呢就發現他就是 我大姐已經確認 是這個武漢肺炎了 這個醫院又不收 你沒有醫院 那老先生確診了嗎 老先生就沒有 我們都 因為我們在紐約這邊 消息來的 還是比國那個快很多 是吧 快很多以後 我們就趕快立馬就說 這個你看醫院那種情況啊 因為老先生這麼大年紀 八十多歲了 如果這樣折騰 從早上到晚上 折騰哪下不就不行了嗎 是 我們就沒有讓他 就讓他不要去醫院了 因為老先生 他是燒的不是這麼高 還可以扛得住 很好的建議 就沒有去醫院 就是家裡面隔離 我一解來 結果發現以後 醫院就不收 不收就等著嘛 他已經掛上號了 等著 等著後來不是一個 武昌醫院嗎 或者列為這個 武漢肺炎的定點醫院嘛 第五天 後來被武昌醫院 就通知他可以去住院了 但是出去的時候 那個時候已經封城了嘛 已經沒有車了 就等了一上午 叫了個120 後來120 把他送到醫院去 大概在醫院住了幾天呢 大概就沒有 也就三四天 封城那一二天去的嘛 三四天嘛 由於今天早上凌晨呢 就在我們紐約 這二十天凌晨已經去世了 我們非常抱歉 非常難過 很遺憾 很遺憾 非常遺憾 聽到你的這個不幸的家庭不幸的消息 這個是這樣的 前天後後十幾天 而且就是我們在中國跟他視頻呢 就是發現就是活活憋死的 就是傳播起來 活活憋死的 而且這個醫院呢 也沒有什麼方法 所有的醫院 所有的病人都是滿的 就打疫都是一樣的藥 全部是一樣的藥 那麼現在大姐呢 大姐的情況 她回到廣州以後 大姐夫 大姐夫現在還在隔離的 其實說情況還比較穩定 然後我老岳父在家裡面 也還比較穩定 還是有咳嗽 有時候有滴燒 但是基本上還是比較穩定 就是我們現在就是讓他千萬不要去醫院了 因為醫院的那個交叉傳染 傳染實在是太多了 現在大姐遺體還在醫院裡面 也沒有人管了 因為我們這個親戚也不敢管 他的孤單的廣州也來不了 城市的交通已經切斷 也沒有車 都沒有人管 只是我們找熟人 在醫院找的熟人 可能打電話聯繫 跟丁醫院打電話聯繫 全部靠電話已經沒有人 現在遺體還在醫院裡面呢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 那麼就是說遺體 這個你們打電話的目的 是想把它儘快的就火化 安葬 還是希望得到一個更確切的處理 有效的處理 你們是怎麼打算 而且醫院方是怎麼樣答覆你們 醫院方現在就是沒有什麼人管 我們是找的熟人 還是找到很多關係 找到熟人打電話 就是說讓我們自己聯繫好火葬廠 他們應該早上去世了嘛 到現在為止是 我們在跟火葬廠聯繫好 因為火葬廠肯定人也很多 我想的話 聯繫好了以後 他們負責把車 把遺體送過去直接火化 也不容不允許我們任何親戚見面 也不允許我們去接 這是殯儀館給你們說的 還是醫院方 我們聯繫的殯儀館 醫院實際上說 因為醫院根本就進不去 你也不可能進去 他直接送去火花了 現在很悲慘的就是 連火花的 我們連親屬都沒有人去接火花的 可以想像 他們家的孩子在廣州 我們在紐約家裡 也不可能為了朋友去 誰都不願意去 這個事兒 而且武漢交通已經封鎖 別人怎麼去呢 是的 我們非常難過 聽到你的這個消息 確實是 為你們的家庭的這個不幸遭遇 而且尤其這種特殊 特殊的狀態 連就是說 中國最講究就是說 人走了以後 至少就家人 我們聚餘一下 給他最後送一場 連這個機會都沒有 對 連這個機會都沒有 千最後一面的機會都沒有了 這一次某種意義上 家庭的聚會 元月十日到二十日 你們的這個聚會 是在一個信息告訴大家說 可防可控 並且是一個 極其局部的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這也就是信息一個披露的一個極度不負責任和一個欺騙所導致的 所以道成了我們所有人的大意 是的 是的 也可以這樣說 就是實際上就是官方在誤導 導致了很多 導致了很多像你這樣家庭 都知道 你也都知道 是的 而且我們我愛人家他們一共是六個都已經確診了 非常 他們一家相當於已經全軍 基本上全軍覆沒了 也就是說如果按照這樣的一個比例的話 那某種意義上武漢應該說目前確診的或者是已經患有病 而沒有經過醫學確診的人數應該是極其龐大的 並不像政府所公佈的只有幾百例 可以這樣理解嗎 這已經無法 我們因為現在最可怕 我們不怕疾病 我們也可以不怕死亡 但是我們最怕的就是我們不知 我們對未來的不知道 所有事情都不知道 這是我們最怕的 你說的這個話非常正確非常好 實際上在大瘟疫的情況下 這個人很自然都會恐懼 不管是大黑死病還是西班牙大流感 還是香港流感 包括上一次的SARS 這很自然 因為人面對一個從來沒接觸過的一種危機的情況下 但是很自然的一種反應 但關鍵在這個時候 就是說官方媒體以及整個的這個信息的必塞 導致這個官方的誤導 另外呢小道消息滿天飛 這個引起的社會的動盪 就確實和對民眾的這個心理上的損傷 確實是很大 確實很大 它不僅僅是信息的必塞的問題 它是今天是人不傳染 明天是人跟人可傳染 後天要分成全國戒嚴 全城全省戒嚴 就是讓我們百姓就不知道 我怎麼能相信你 你今天是離開武漢是100多萬人 明天是爆的是快300萬人 前天又爆的是500萬人 你說我們這個信息 不是僅僅是比賽的問題了 是 是這樣 完全可以理解你的這種 這種憤怒的和悲傷的這種心態 您最想給觀眾朋友們 在線的有幾千名觀眾朋友們 您最想告訴觀眾朋友們的一個建議是什麼 我們以前很多群裡面 我今天早上也發了很多的忠告 因為很多群也在在紐約的很多社團 都在這個信息的籌上款啊 買物資啊 我一直在給他們在泼冷水 今天還在泼冷水 很多人對我都已經有很大意見 我說你現在是這樣的啊 我們有很多武漢的那些志願者 給個醫院送口罩 送防護服務 給醫院搞微問 我就是這樣說 因為我們現在 第一 我們不知道病毒的起因 第二 我們不知道病毒擴散的強度 第三 我們又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 第四 我們不知道這個病的潛伏期 到底是一個星期還是兩個星期還是一個月還是半年 那麼我們連自己都救不了 他們很多人說你家裡這樣 我說我很強大 我真的很強大 我家能弄到紐約來 我都救不了我的父親 你們還去幫助那些人 你們有沒有那個能力 不是我沒有愛心 是我們現在就是要自保 在沒有 這不是專業的人員的情況下 我其實給人建議就是說 第一 待在家裡 第二 囤糧 囤水 不要去接觸人了 救不了 我們自己都救不了自己 還何況去救人 就是我給所有我們的網友 包括很多朋友的建議 包括我自家還有新人 你在說的大實話 確實是大神盟 謝謝我們這位網友 然後同時呢我們也表示非常的遺憾 希望現在其他的您的家屬的病患呢 都能夠出現 能熬過去 熬過去 堅持過去 因為這是一場不管如何講 這是一個整個人類的一場災難 希望能夠熬過去 謝謝您 再見 謝謝王先生 謝謝 那麼我們剛剛也收到了最新的消息 那麼最新的消息顯示呢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最新消息是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當地時間 也就是剛才 將 針對中國的旅行預防措施的提升至警告的最高級別 這是否是什麼樣的一個意義 那就是說你不要去 不要去中國 你要是去的話回來你就不要想回來 而且是面對的是整個中國 對 而且你回來的話你就要被隔離 那肯定 對對我們看到 西藏都在隔離 那麼美國隔離的那是一個更加 確實 而且他已經有了這個四個州 五例病人 上百個這個超過一百個這個可疑病例 對 七十幾個還正在等待著這個確診 嗯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還去去去去去去犯事 那你回來那肯定你就了 對 你得盡 對 這位老友剛才打了數次電話一直 我們